明年我们还要来 这大概是记者在这六天当中 听到外资企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这其中既有新面孔 更有很多的老朋友 通过进口博览会的平台 采购商发现了更多高精尖的产品和技术 对于很多的外企参展商来说 同样也是一次拓展和学习的机会 这家专注人工智能 在智慧医疗上运用的美国企业 开发了云端小机器人 为医生做问诊小助手 六天他们签下了 460万美元左右的异项合同 还在和采购方沟通交流中 找到了拓展业务的灵感 比方说一些养老放房摔倒这些 这是我们以前还没有完全想到的 但是通过这次进博会以后 大家一起经过一起 大家头脑风暴 发现了许许多多的进一步的 对社会能够做出更多贡献的地方 作为首家签约参展 本届进口不浪辉的企业 日本机器人生产商 纳致不二月 拿出了旗下最经典最新的产品 这台六地维度捕捉动态的机器人 吸引了不少采购商 它在模仿写字画画方面 可以达到几乎同步的效果 做一些通讯的电子产品 还有包括一些这种精密加工的药材的装配 一些小件的忽留的这种单送 这些方面的运用方式应该是非常广的 通过进口博览会的平台 企业负责人预计展会期间 公司的订单交易额将达到10亿人民币 接下来纳致还将与上海的科研院校 展开深度合作 设立更多研发机构 与全球总部同步创新 在汽车企业丰田展台 氢燃料电池车全系亮相 也亮出了绿色出行的又一个解决方案 包括这款护理型机器人在内 丰田在展台上向我们展示出了 非常丰富的智能生活的场景 这也充分解释出企业正在从传统汽车制造商 来向智能出行图体工商所做的一个转型 最终为人们来提供一个更加自由 更加便捷的城市生活 而这一系列方案的落地 都有赖于中国这种巨大的市场 以及优越的营商环境 目前 丰田已经签署了备忘录 将继续参展明年的进口波浪会 因为中国市场现在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汽车市场 在不远的将来 丰田将把以这些技术为核心 然后带到中国来 然后与中国社会的产业升级 一起来进行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发展 东方卫视记者丁陶周文韵上海报道 这里就可以实际上大升级 除非 上海报道 下方 основ Experience